中国传客 传客 用一笔余画 勾勒出了历史的轮廓 传客 俗称致印 以刀代笔 在印章上刻画中国汉字 秦汉时代 洗印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相传 秦代丞相李斯 曾奉秦始皇之命 用和氏碧 捐客 传国御喜 作为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凭证 后来 转客的发展逐渐大众化 被更广泛地 用作署名和收藏 时至今日 转客依旧流行 转客不仅能够提高专注力 观察力 还能提高人的审美情趣 一刀一印 精雕细琢 2008年 北京奥运会会挥 就是一枚古香古色的印章 转客 转客是工匠精神 和中华古典美学的结合 一桌 一石 一刻刀 在《润物细无声》中 传递古人智慧 传播中华文化 《润物细无声》中华文化